欧盟大力支持的欧洲超级高铁 这个月初在荷兰北部完成了首次的测试 虽然这次的测试总长度只有90公尺 列车的时速只有30公里 但是还是被视为意大利成碑 日记未来超级高铁时速可以达到700公里 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到德国柏林只需要90分钟 渴望大幅的改写欧洲交通模式 追赚外形 银白色基属外壳 四周还连接大量管线 这个物体外形酷炫 科技感十足 让人不禁好奇究竟是什么 轰然一声巨响 追行物体在直径2.5公尺的钢管里 不断往前冲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原来这是欧洲新研发的超级高铁 这个月初在荷兰北部完成首次测试 转租车到我们的车位置 大概20米进入车 然后我们转租车 时速30公里 乍听之下不怎么样 不过其实测试的总长度只有90公尺 列车加速严重受限 随着未来测试距离不断延长 列车时速会来到700公里 未来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到德国柏林 只需要90分钟 跟短程航班差不多 渴望大幅改写欧洲交通模式 其实超级高铁的概念并不复杂 让列车在真空钢管中移动 把阻力降到最低 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 维珍航空创办人布兰森都曾经砸大钱投资 最后却都因为基础建设成本过于昂贵 失败收场 如今欧洲超级高铁 有欧盟大力支持 能不能打造成功 实际上路 各界也高度关注 初凯文编译